密西根幽浮事件届满30周年 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目击者公布当年录音档 希望可以唤起官方对不明飞行物体的关注 目击者也现身说法 描述当年看到的景象 当年约有300个人同时目睹这起不明现象 报案电话大量涌入 引起媒体关注 当晚值班的气象专家 也在雷达上看到好几个 类似飞机的不明飞行物体 但被长官下了封口令 1994年3月8号当晚 出现在天空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民众等着政府给说法 巧合的是 五角大厦也在3月8号这一天 公布幽浮报告 发表自二战以来 美国政府相关调查的结果 官方报告认为 大多数的目击事件 都是普通物体和现象 被民众误认的结果 不过民间研究单位还是认为 密西根幽浮事件绝非空穴来风 若不是美国政府可以隐瞒真相 就是不能承认 那是研发中的新型军机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